我二十多岁已有八百度近视 这几十年还经常看电脑和文件 我六十多岁,眼睛都没什么事 我相信是因为近十几年 几乎每天都有冲冀子饮有关 其中还有很大的学问 冀子清干明目,很多人都知道 但为什么呢?还有什么根据呢? 几年前,香港大学医学院 就做了一个冀子的长期研究 发现冀子除了可以保护视网膜上的视觉神经 预防清光眼 亦可以防止大脑的细胞凋亡 预防脑退化症 为什么冀子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因为当视觉神经退化的时候 坏蛋白就会发放一些不良的信号 令到细胞自毁 而冀子的提取剂除了可以阻止坏细胞传达信息 更可以发放良好的信息 保持神经细胞生存或替补坏死的细胞 煮危危机 说到几枝那么聪明 这份量才有用 有人说煲汤最好 我请教中医 他们说煲汤的功效未必那么大 要几枝的成分能够出来 起码都要做几个钟头的 但因为时间关系 现在我马上给大家看看 我做几个钟头之后 我制成分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记得 如果你喝的时候 要连渣都吃完 港大研究建议市民 每天是摄取量为20-40粒 但服用薄月丸的人士 吃之前要问医生 最后讲一下怎样选择杞子了 看到杞子两边是白色的 就应该是没有染色的 大家最好找有信誉的商铺 或者在大学的中药部买 就给大家一个保证 separates大家的 请不吝点赞子 关系发生 彼此 爹 咱们 咱们 去 我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